12月2号 在大兴机场线草桥站 随着地铁列车缓缓进站 一辆在有航空文件类快递的快递车 被工作人员迅速推至地铁列车行李车厢 当天 北京市启动轨道交通大兴机场线快递运输 市运营工作 快递由地铁草桥站上车 运输至大兴机场站下车 用时仅约20分钟 相较于道路运输可节省20至40分钟 我们去年9月23号 在4号线 9号房山和烟房线 开展了相关的试点 取得了较为机器的成效 我们以此为基础 在今天才开动了咱们大兴机场线 这个也算是北京市在探索 轨道资源在利用和货物运输结构优化方面的 一个有益的尝试 据介绍 近年来 北京市收集投递快递量呈持续上升趋势 目前已增至每日约2000万件 同时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 已达27条 运营里程836公里 部分线路非高峰时段存在赋予运力 为探索新的快递运输模式提供了可能 大兴机场线采用7加1节编组 1节是专门的行李车厢 在非高峰时段有一定的赋予空间 快递使用行李车厢进行运输 不进入乘客的付费区和乘客车厢 可实现客户分离 据介绍 运输过程中 快递在草桥城市航站楼 由机场首新地服公司工作人员 装载至行李托运车厢内 采用专属装置固定后 经轨道交通运输至大新国际机场 为了确保运输的安全 快递公司进行人工检查以后 经头轨道运输公司 也会同步开展相应的安检工作 确保运输的物品 符合北京市轨道交通 禁止携带物品目录的要求 我们初期每天在50件到100件的航空文件件 然后未来在模式逐渐的完整之后 会逐渐扩大我们天天规模 周元表示 下一步 北京将继续探索物流配送 与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为城市货运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